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圆神 5.1又来人权角色 那我要三位来临 圣移屋增心功能 5.0前瞻提前 那台有猛料 特殊文法来了 圣移屋自选泰箱默认文本 新消息再次曝光 根据妮可大佬的消息来看 西诺宁根据队伍成员的元素属性 获得不同加成 火属性增加30%攻击 兵属性增加20%暴击率 水属性增加40%生命值 岩属性增加60%防御力 而雷属性角色 则获得充能效果 此外,队伍中每多一种元素 抗性减少40% 异技能会降低敌人的抗性 可以说 维莱特体系直接得到加强 强者在各方面皆有惊喜 维莱特事件后 也算是幸运降临 只要测试服的表现能如此发展 接下来将会新增一些功能 其中之一是可以摧毁剩遗物 这样做将会提供一些强化经验材料 这一功能在很久以前就被玩家提出 只是在隔壁的星穷铁道上得到了应用 但现在终于又回归到了游戏中 纳维亚再次被忽略了 西诺宁这位神府对岩系角色的增伤 主要集中在防御型角色身上 纳维亚恰好不在这一范围内 千枝和异斗等角色似乎直接受益 这对纳维亚来说可能让他显得有些失事 不知道纳维亚何时才会得到真正的加强 最后据大佬所说 5.1版本的卡池应该会包含西诺宁 和从宾系改为风系的恰斯卡 这两位角色不仅外貌和风格十分出色 而且在实力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改变 据目前的消息来看 西诺宁被描述为一个低命辅助 高命输出的角色 之前被戏称为言万业的说法 似乎并非毫无根据 他能为许多元素角色提供不同程度的争议 因此可以说是一位神机辅助 大佬的总结是与万业相反 减抗取决于自身 增伤则依赖于勇者套装 如果这些消息属实 那么龙服队伍的上限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而满千队伍则可能会有一些惊喜的表现 真没想到 原神官方放出猛料 直接先把5.0前瞻直播的宣传图 以及时间给放出来了 要知道 一般来说都是玩家提前进行推测和整理的 但这次不太一样 为了能够让参加展会的小伙伴 也可以看到前瞻直播 5.0直播线上直播结束后 就会在线下播放 时间安排 8月16日11 4.5开启 正式进入直播主题时间为12点 到下午13点30分结束 展会播出时间为13 4时 还请旅行者注意 那么都会有哪些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卡池安排 目前官方已确定的三位新角色 有限定五星 马拉尼 基尼奇 四星角色 卡奇纳 复刻位将会在钟离 和雷电将军之间做出选择 其中万叶的概率较大 其次为莱欧斯利或申赫 具体安排还要等官方确定 相关活动 限定玩法将开启 每个大版本都安排一些相应活动 既然纳塔版本的特色为龙 主题活动自然会以这个方向为准 另外 每个大版本开启后 还会有一个基础的图鉴活动 不知纳塔版本这边时都会开放 其实卡池安排和活动为直播基本内容 最主要的就是纳塔版本的新机制 以及相关的玩法介绍了 根据之前的推测 纳塔的地形多样 实际演示中还出现了龙岩设定 如果没有龙的话 预计会有负面buff在纳塔版本中 也会有如风单慌芒一样的新机制 名为夜魂机制 除了战斗技能外 每个角色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夜魂形态将会提升纳塔角色的探索体验 具体内容 可以等官方为我们解答 最后还有一个舅舅那边的消息 据说会上线一个圣遗物词条自选功能 就如隔壁的自选道具那样 虽然有点晚了 但还是很庆幸 官方终于减压力了 玩家可以更快地毕业 还是非常香的 至于最终设计如何 设定磁条功能是否会优于隔壁的自速成枝 让我们拭目以待